为了让民众在过年期间能够吃得健康、吃出活力 乔屯镇幼名医院在年节推出健康的年菜 提供民众作为年节期间做菜的参考 幼名医院营养师也呼吁民众 本身如果是慢性疾病患者 年节期间更要注重饮食 希望大家过一个健康的好年 活动现场愣绕滚滚 不仅有健康年菜的宣导 也有民书法家现场会考 其中民众一早到医院来排队 准备领取春宁 乔屯又名医院 为了民众能过一个健康有活力的春节假期 特别推出健康年菜 来让民众作为餐主年菜的参考 营养师廖本宇表示 这次准备的年菜都是以蔬菜及水果为主 有苹果醋、墙年菜等都是很养生的时辰 那准备的年菜的部分都是以蔬菜跟水果为主 那我们知道地球暖化的蛮严重 然后希望我们的南投乡亲的社群民众 大家尽量都以蔬果为主 所以我们有蔬果醋的拼盘 然后我们以长年菜为主 然后我们还有很多的养生汤 那我们尽量都是用蔬食 然后健康养生 然后来控制我们社群民众的健康 在我们在吃年菜当中一定都是比较油 那除了今天来参与的民众知道说 年菜吃多了会比较健康 蔬菜吃多比较健康之外呢 那我们可以从蔬菜先开始吃 然后再喝个汤 然后我们再吃一些鱼或者是说豆腐的部分 然后最后你才可以选红肉 这样子的话你可以减少后面红肉高热量 胆固醇的摄取自然而然就可以排除一些油脂了 幼民医院院长吴喜玲哲表示 这次医院举办健康年菜 希望大家春节期间在吃的方面 能够更健康更营养 同时也不会影响到民众的血糖 血压等变化 幼民病院今天特别办新春年年菜 希望大家在过年时 吃的东西可以健康健康 健康的营养 而且没有营养 所以说到你生活 沸腾 沸油 还有隔壁的变化 是不是说流生的变化 希望大家吃得健康 过一个好年 第二个 我们有民也是顺着我们 很好的风修 我们过年来来吃一个春年 表辞大家祝福 和喜的意思 今年过去 新年一年又充满的希望 所以在这里也 请很多书法大师来吃给大家吃春年 分享给所有有民的 兴养师调美娱也现场指导民众 如何参嘱健康联采方式 由于饮食控制与健康息息相关 过年期间过度的油脂 盐分 糖分等摄取 都会影响到身体的代谢与生理调节 因此 希望民众在春节期间 尽量不要大雨大漏 且对于山高饮食更要尽量避免 尤其患有慢性病的民众 更应该节制 如此才能让大家过一个健康的好年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